它变得很温和 不那么激烈 对于简化字的使用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 第三条明确表示 国家推广普通话 推行规范汉字 所谓规范字 是指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字 现代汉字 包括古今通用的和现代通用的汉字 而繁体字并不包括在内 在对2013年新版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过程中 研制组对繁体字恢复和类推简化问题 曾进行过反复的研讨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为了维护社会用字的稳定 字表原则上不恢复繁体字 以保持通用层面用字的系统性和稳定性 允许字表以外的字有条件使用 但不类推简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已经被淘汰的繁体字 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 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 关于小学生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 建议在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 考虑到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此项提案并未通过 随后在2009年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更是大胆提议 在全国用十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 恢复使用繁体字 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 繁体字还有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象形 里面在繁体字里面有着很多的寓意 有着文化的体育 有着字的形象的优美 如果把象形的文化的体育 和它优美结合起来 那还不好了 时隔两年之后 2011年2月 江苏15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 建议给中学生大学生进行繁体字扫盲 特别是大一新生 无论文理科 都要学一年的繁体字和一体字 2014年 全国人大代表吴世民 再次提出恢复繁体字的建议 我一个简单类子 比方说东边的东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日 一个木 就是太阳 在那个树从你的时候 从安静就是东边 你现在那个东子 你现在完全没法记住 类似这样的字很多 就是把这个文字本身的那个结构和规律 真的在美感都破坏掉 直至今年两会 冯小刚再次呼吁 让繁体字进入课堂 七年时间 关于繁体字的大小提案 出现过五次之多 你看刚才 是我们了解到 最近大概七八年前 全国和地方那些两会 提出了有关恢复繁体字 你看这里边甚至要提出 全面恢复繁体字 要在多长时间以内 繁体字再取代简化字 那么这个事情这些年 可能在你耳朵边 不断地有人在争议这个 我赞成 它对于中国人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帮助 我感觉意义的话 自在人心吧 在这种形式上面 本来简体字就是 为了简化汉字嘛 如果重用繁体字的话 我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倒退吧 应该没有那个必要吧 现在汉字本来就比较多 感觉我们现在 如果你增加了读书是一种压力 有的人觉得繁体字多漂亮啊 一用简化字汉字没感没了 而且你这个 不会繁体字 不知道怎么写 也不认识 读一些古籍很费劲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建议呢 就应该中小学 恢复这繁体字 那么作为我来说呢 我由于小时候 受的教育的原因呢 繁体字大半我都认识 我也都会写 汉字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审美这点事 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工具 它方便的是我们进行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 它就如同推广普通话一样 南强北调 你听不懂我的 我听不懂你的 这个不利于交流 所以汉字首先一个重大现实功能 是交流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决定了 它越简单越方便 如果复杂起来就非常不方便 你像很多老外 学中国话都难了 写中国字是万万不等 写中国的繁体字 那它更觉得跟天书一般 你不用说是外国人 咱中国人 我们知道大陆地区呢 是推广简化字的 台湾地区呢 是推广繁体字的 假如说 我们现在让大陆的小学生 和台湾的小学生 来写这么几个字 哪几个字呢 忧郁的乌龟 这五个字 咱不有经商说 你给我写一百遍 你看着大陆的学生写一百遍 忧郁的乌龟 不是什么困难事 你要让台湾地区的学生写 一百个忧郁乌龟 笔划特别复杂 所以我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说 你举这例子太片面 其实你要如果真想把这问题搞懂 你就应该了解到 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 一直到现在 是不断地走过一个 由反腐到简单 这样一个过程 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呢 讲给大伙回顾一下 咱们看看汉字发展这段历史 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 是不断地走过一个 由反腐到简单 这样一个过程 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呢 讲给大伙回顾一下 咱们看看汉字发展这段历史 是不是这样 汉字 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字之一 四千多年前 华夏大地上 古刻文的出现 奠定了中国汉字的基础 而后 甲骨文作为中国已发现的体系 较为完整的早期文字 也展现了它独特的魅力 古代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后 可在青铜器上的中鼎文得以发展 上次商代的早期 下指秦灭六国 中鼎文大约书写了一千二百多年历史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推行书统文 车统轨 统一杜梁衡的政策 由宰相李斯负责 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传咒文的基础上 进行简化 创制统一文字 形成了小传 后为加快书写 将传书远转的笔画 改为方折 则形成了历书 它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而后 汉字又经历了楷书 草书 行书等阶段 演变至今 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 一直到现在 是不断地走过一个 由反腐到简单 这样一个过程 甲骨文 后来又有什么中顶文 石周文 大传 然后到小传 这个小传 跟前面的几种文字比 已经出现了很大幅度的简化 甚至前面几种文字 在诞生之时很复杂 到后来一点点的 都出现了这种字体的简笔字 有的人说明小传也不简单 你看那个 很复杂 那笔划很细 但小传有个好处 整齐没关 有很多书法家就愿意写这小传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 它不能大型七道 那秦始皇当年 一统六国的时候 那可是讲过 书童文车童鬼 书童文是什么 东西小传 你看东西小传 各国家人都识了 这不很对吗 其实这个您对历史不了解 真正在秦始皇时期 大型七道的文字是什么 是历数 不是小传 因为在战国时期呢 就当大传小传并行的时候 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谋士 知识分子啊 纵红家 苏勤童义 有时候一天呢 得写上千字呢 给各个这个 朱后国的君主看 用大传小传 这么难写的笔划 它的效率很低 所以在战国时候 历数就已经很流行了 到秦朝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刻在竹简上的好多文字 都是历数 而不是小传 就是秦始皇用小传来统一 国家的文字已经失败了 而历数其实 是秦始皇统治时期 最常见的文字 到汉代的时候 历数更是大型七道 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历数比皇 比这个小传要简单得多 那么往后唐宋元明清 每一朝 它的简化的字 都比上一朝代要多 到了这个晚清的时候呢 甚至呢 太平天国运动 在玉玺上刻的 都是简化字 所以它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历史发展过程 它不光是说中国 你看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 周边的国家 你比方说韩国 韩国原来呢 从汉唐以后 一直用的是中国的汉字 可是中国的汉字 太难写太难学 当时韩国呢 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掌握 老百姓没文化 掌握不了 太难 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朝鲜呢 就是韩国呢 进入到了李氏朝鲜时代 李氏王朝 当时有一个皇帝叫世宗 这个世宗皇帝呢 他就大力推广自己的文字 什么 把汉字废掉 我们现在看韩国文字呢 你看一横一竖的 你看着挺便当 但比汉字简单多了 世宗皇帝推广这个目的 让朝鲜呢 朝鲜半岛上这些老百姓呢 都能够掌握文字 你要学汉字的话 太反腐 太难 学不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韩国的文字 那个文字 相对比汉字要简单的多 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有文化 就它也同样走过了一个 由反倒减的过程 如果太反腐 那只能说明你这文化 大多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 不能够普及到民间 所以他走过了这么一个过程 到了民国时候呢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呢 汉字简化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1922年的时候呢 著名学者钱玄彤 提出了一个简化汉字的方案 这是第一个系统的方案 这个方案一直影响到建国以后 就建国以后50年代呢 你我们都知道 这无论是国家领导人 还是当时管文化的一些大学者 你像毛泽东 郭木洛这些人呢 都是学繁体字长大的 而且繁体字的功力 他无论是书写呀 还是理解都很深 但是这些领导人 都有这种觉悟 他认为必须推广简化字 为什么 中国当时80%的人是文盲 你如果学这么复杂的繁体字的话 很多人摆脱不了文盲的困境 应该推广简化字